引着苹果在与高通专利战中所处的舆论劣势 已经出现转机 17日 苹果公司副总裁 首席诉讼律师克拉尔·尼·克劳 接受新兴国际专访 介绍了苹果与高通在全球范围内纠纷的背景和进展 苹果公司副总裁 首席诉讼律师克拉尔 资料图 据他介绍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US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下称 FTC正在进行对高通的反垄断诉讼 最近一次庭审上 华为 联想 英特尔等12家中外企业 高度一致 军指出高通利用其在晶片行业的垄断地位进行 霸凌 另外 与此前媒体报的不同 克拉尔指出 出于对福州中院去年12月10日 禁受裁定的尊重 苹果在华零售店立即暂停销售了受到影响的产品 截至12月27日 所有在华销售的iPhone均已不再侵办高通声称的专利 然而 他特意提到 高通会雇用一些机构散播关于苹果的假新闻 Fake Notes 同时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尽管发生了种种不快 苹果对于高通在5G领域的合作仍是开放太多 克拉尔提到 我们希望能够合作 现在是 高通不愿意 今天 中国政法大学智慧财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 对新兴国际指出 诉讼你来我往 就是为了在商业谈判中占据主动 两大媒体在华大打专利战 表明中国智慧财产权司法保护专业性和权威性获得认可 整个行业被高通用枪抵住脑袋 无授权 无晶片 No license No chip 是我们认为高通商业模式上很有问题的地方 克拉尔谈到 据他透露 在加州进行的FTC庭审 让他感到惊讶 因为整个行业给出的证词都 高度一致 均指向高通在授权谈判过程中 采取了霸凌性的 进户于烂弄市场地位的行为 12家公司 包括晶片制造商 手机代工厂 以及华为 联想等在内的手机厂商书庭作证 证词均表明 高通要求他们接受其谈判条件 否则就威胁暂停晶片的提供 克拉尔强调 由于没有谈判的空间 这些公司除了接受高通的授权协议外 别无选择 就像是 被枪抵住脑袋 同时 上述公司均表示 高通所收取的授权费用是非常不公平的 远高于其他竞争对手 很明显 高通在过去近十年里 绑架了整个行业 克拉尔形容道 他认为 这家晶片公司在中国等全球范围内向苹果发难 其本质是一场 转离公众 媒体等视线的闹剧 其目的是 淡化外界对FTC诉讼的关注 更何况 这是一场对高通商业模式提出一日批评的庭审 当地时间16日 FTC已经完成了证据的提交 整个审礼将于2月1日结束 之后 几周内将做出裁决 这些证据是非常强有力的 高通想要赢得这场诉讼非常困难 克拉尔言道 不依不饶有伤就业 行为令人不耻 我们非常尊重福州中院所做出的裁定 克拉尔谈及收到临时禁令时表示 据他所言 在接到法院通知后 苹果立即在零售店 分销中心及代工厂 确认了收到影响的iPhone系列产品 随后 苹果在华零售店便 再停销售上述产品 停售产品中 不包括 高通授权合作生产的iPhone机型 iOS12.1.2版本 升级截图 短短几天 苹果零售店下架了所有受影响的iPhone 四天后 苹果工程师开发出了 iOS12.1.2版本系统 绕开了高通声称侵权的专利 截至12月27日 所有在华销售的iPhone 均已更新了最新版本系统 1月3日 也就是临时禁令出台三周后 苹果向福州中院提交了合规的证据 不过 特拉尔透露 高通并未就此善罢甘休 高通仍在持续向媒体示出误导性的言论 同时要求法院强制执行 他说 这让人非常不安 因为此举不减 影响了中国的消费者 购买手机的选择权 而且所有iPhone都是在中国制造的 这还会 伤害中国的就业 涉案专利最早出现在POP的OS上 说起涉案的专利 据特拉尔回顾 高通在福州中院发起了三项专利的诉讼请求 其中一项被驳回 法院根据另外两项裁定了销售禁令 与高通口中所谓非常先进不同 涉案专利非常陈旧 分别有十年 十五年历史 而且都是从PALM公司购买的 而这家公司已经从市场上消失了 聊到这里 克拉尔突然激动了起来 高通的一些商业行为是 非常 令人不知的 Unscrupulous 他承认 假新闻Figus 会让法院在一种非常不利于苹果的舆论下做出采定 值得一提的是 当地时间1月8日 苹果CEO库克在接受CNBC采访时 对高通所采用的营销策略提出了质疑 花钱让别人写假新闻并大肆传播 这不是公司之间应该做的事情 这不是应有的运作方式 去年11月 去年11月 纽约时报报道称 高通聘请Definer公关公司撰写和传播 关于苹果的假新闻 我们希望合作5G 可高通不愿意 一直在基带领域饱受市场诟病 对于即将到来的5G 苹果与高通合作的大门 是否会因为目前人无法弥合的专利纷争而关闭呢 对于这个问题 克拉尔的情绪缓和了许多 苹果营运厂杰夫·威廉姆斯 图源 根据苹果营运厂杰夫·威廉姆斯 此前提供的证词 自2017年起诉高通后 苹果曾提出 让高通为企业2018年款iPhone提供晶片 但是遭到对方拒绝 无奈之下 苹果只好选择英特尔 克拉尔说 无论是与英特尔还是高通的合作 苹果都乐见其成 引入多家公司竞争 不仅有利于消费者 也有利于创新 我们希望能同时与前两家公司开发5G 不过 这位苹果副总裁也坦言 高通一直想把英特尔赶出这个市场 因为除高通外 英特尔是这个领域里 唯一能够提供晶片的厂商了 我们希望合作 但高通不愿意 克拉尔再次把矛头指向高通无授权 无晶片的商业模式 采购晶片之前 需要先购买高通专利授权 就是所谓的 双重收费 这是我们认为其商业模式 很有问题的地方 你来我网位占据谈判主动权 对于这场矿域持久的专利战 李俊辉判断 从两方之间的裂痕砍 苹果和高通最终会在专利许可方面达成合作 使用专利须支付费用 这是最基础的专利法要求 他指出 高通认为 苹果没有按照约定缴纳专利许可费 苹果认为高通收取的费用过高 在接受新兴国际专访时 克拉尔也透露 高通对 每部iPhone收取7.50美元 专利授权费的协议 早在2016年就结束了 考虑到从高通购买晶片等的费用 实际上 每部iPhone支付给高通的专利费 远高于7.50美元的水平 而从2017年开始 高通向苹果收取的专利费按照 整机5%来收取的 最不合理的就是按照整机抽成收费 手机记忆体 摄像头 萤幕等 与高通无关 但后者就要收取一定的费用 他补充道 李俊慧也谈到了这一 激怒的苹果的费率 他认为 苹果所有的诉讼举动 适从 自身利益 出发 希望能获得较低的许可费率 高通的反制也是从 自身利益 出发 双方最终会在利益上找到平衡点达成合作 诉讼你来我往 都是为了在商业谈判中 占据主动和有利地位 两大媒体在中国大打专利战 我们应该欢迎 中国法院也会客观和中立 李俊慧解释道 一方面 这表明 中国的智慧财产权保护水平 得到了包括苹果 高通等大企业的认可 另一方面 这体现了中国智慧财产权 司法保护的专业和权威 并且得到了大企业的信任 在市场竞争中 协商合作是主流 但诉讼对抗也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 李俊慧提道 对中国公司而言 无论在中国 还是海外市场 竞争都是这样的情形 苹果和高通专利战 也提醒了中国公司 练好内功和本领 做好应对各种竞争的准备 本文系新兴国际独家稿件 未经授权 不得转载